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李通也是神奇的演技在线 颜值在线 口碑资源也在线 但就是不火 2006年 李通凭借着《玄幻爱性剧扮妖青城》中饰演的聂青城被人守志 随后资源大好 剧剧一步一步接宠而来 当哄小生搭档个变 但就是剧哄人不哄 或者人剧都不哄 2007年的2018年 李通主演的《射雕英雄传》《魅者无将》相继播出 虽然热度一般的 但口碑是真的出奇的好 但却依然没有因为剧中超高的口碑而使李通淡火出圈 随后呢 李通开始搭档 《音箱秘传神进入伤》当中 饰演凤凰荣生顶流的邓轮 搭档业界认可的实力 演员罗靖 搭档凭借亲爱的热爱的 荣生为现男友顶流的李线 搭档老戏古陈建兵潘月明 搭档年少成名凭借人民的名义再度翻红的陆毅 搭档欢与立本的顶流小生徐凯 等等两年时间啊 纷纷出演了《海棠金语烟之透》 贺丽华亭 《剑王朝爱我就别想太多》 只为那一刻与你相见 立歌行等等影视剧集 合作的演员呢 有实力派 有当红流量 出演的作品呢 有武侠 民国情感 古装宫廷 都市情感喜剧 古装爱情喜剧等等众多题材 但就是没有一部作品 是李一同大红大字 也实属惊奇 如今啊再度有消息传出暂定任嘉伦 李一同立先出演的 惊悚至怪爱情剧《无忧度》 不知道一伙体质的任嘉伦 能否使默默无闻的李一同火热出圈呢 从无忧度的分类来看呢 惊悚至怪爱情等等题材极一身 足以确定这就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题材 惊悚使人刺激 至怪皆实新颖 而爱情呢自然少不了撒糖 如此设定谁能不期待呢 虽然关于这部《无忧度》呢 没有太多的介绍 但是能够看到导演就足以让人期待 导演林一芬呢 名字和长相有点圆润和俗气 但是她的才华真的是高达两米八 从2015年呢作为总导演指导的由赵丽 霍建华 领衔主演的爱情仙侠剧《花千古》 《十里桃花》 刘诗诗陈伟廷领先主演的东方奇幻剧《最玲珑》 以及2009年指导的由张震 妮妮领先主演 时至今日呢高达八分的奇幻爱情剧《陈希元》等等高口碑热度的爆款剧集 可见林一芬在指导上不仅功底深厚更是读懂了观众 读懂了他们想看什么 所以呢才会有如此之多的爆款热剧从她手上诞生 相信啊这次出自林玉芬之手的《无忧度》肯定也是值得期待的 这次呢李一彤出演的《无忧度》呢 有异活体质的任佳伦和异爆热剧的导演林玉芬的加持 也应该淡火出圈了吧 那么你期待这部由林玉芬指导暂定任佳伦 李一彤领先主演的《无忧度》吗 你觉得李一彤这次能够淡火出圈吗